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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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果自我薄福 金教断头不敢成命 王曰 心故远来欲有所得 只我困穷无以相复 且人生事皆当去死 以身相会 何谓慈让之也 今若不取 后有来者 我有语之 不如早取 侯罗门曰 我不忍杀大王 大王若有弘词之意 必欲允命以相会施者 但当赛首相随去而 王即随去到城门前 而令赴之 以白贪王 王即愁婆罗门金钱之赏 遣令还去 贪王于是乃使人 以四街道头 烧杀长寿王 王顾群臣 白贪王曰 此臣等顾君 今就忠目之罪 愿得畏设危惧 以遣送之 贪王天之 群臣俱传 耿阴邻之 人民观者皆远 人民观者皆远 亡亡死 郭亦草野 莫不忽天 太子长生 识出道边 听闻人语 知父为贪王所得 乃杨丹乔心 出于世脉之 奸闹人中 当父前例 观见父当死 心中悲极 父见长生 控其称慧 为父抱怨 父乃养天叹息悦 福为人子 欲为至孝 使辱父乐死 而不怀恨慎 无为辱父抱怨 则辱父乐死 而不忧也 若为父严 而行杀他人者 即令辱父死有余恨 长生不忍 恃其父死 因还入山 长寿王 遂久烧死之诛 长生久后思念 我父仁义深度 至死不准 而此贪王无状 不别善恶 亡杀我父 虽我父有慈策 纯忍之心 死而不惠 然我不能忍也 我不出杀此贪王者 我终不苟生于世矣 岁出雍临国中 大臣训元 于顺利人 得长生 使种菜 种菜甚好 后日 大臣爱行元田 见菜甚好 呼问元贱 贱对曰 前令得一人使为之 故好如是 大臣 因乎长生问之 请颇能 做饮食否 曰能做 便时做饮食 饮食甚甘美 因已请王 往灵饮食 饮食甚美 王应问 谁做此食者 大臣对曰 前令得一人 能做此食 王遂呼噜 将归宫中 使作饮食 后日 王问长生 辱宁便习兵法否 对曰 食便习之 王因其至鞭 而告之曰 我有愿家 是长寿王子 横空行来 促语相逢 今相适乎 清姓 相助未知 长生对曰 为然 当为大王 斩力效命 后日 问长生 辱宁号 涉猎风 对曰 尘少小浩烈 王便赤外言价 因与长生 共行游猎 适入山林 便见走寿 王与长生 驰而逐之 转入深山 或施道境 迷惑 迷惑三日 不得出路 逐智激困 王下瓦解剑 已受长生 悦 我肾脾脊 入座 我欲 枕入西卧 长生言 诺 王便得我 长生自念 我前后以来 求所方便 今日已得我所愿 便拔剑 欲杀贪亡 念 我父临死之时 主我殷勤 奈何快活余意 而为慈父之教 非孝自也 即纳监而止 王便经物 告曰 我梦见长寿王子 欲来杀我 我大经部 何以如此 长生曰 此山中有强鬼神 见大王在此 故来恐怖大王尔 臣自侍卫 王但安卧 无所谓拒也 王即还卧 长生 父拔剑予杀之 崇亦父言 父之 王父经物 告长生言 我父梦见 长寿王子 故运来杀我 我大为之 何以而言 长生曰 是山神所为耳 王无所畏惧也 王父还我 长生 父拔剑予杀之 思为父言 父之 遂弃剑予地 无父杀王之意 王父经物 告长生曰 父梦见长寿王子 自言原意 不父杀我 于是长生曰 我即是长寿王太子 长生也 我故时来出 欲杀大王 以报父仇尔 念我父 念我父临死之时 殷勤主我 不欲使我抱怨 而我于之故 为父之言 详思父教 肯测殷勤 不敢为之 是故 今头尽于地 以顺父言 虽尔 有恐后日 迷惑师计 而为王父之教 经故自告 愿大王辩 诸法我身 早灭其恶意 可使终实决断 王乃自毁约 我为兄弟 不别善恶 贤者父子行 真纯固 至死不准 而我贪酷 初不觉知 今日如是 命属子守 自顾怀人 唯一副言 而不相害 诚感纯润 今欲还国 当从何道 长生言 我知道 静前故来者 迷惑大王 欲报复仇尔 长生 遂与王 拒出泥外 便见群臣 散满灵迹 王辩之作 诗设饮时 王问群臣 清等宁时 常受王子 长生否 中有不识者 对曰不识 中有识者 西寿长生恩 孔亡杀之 一言不识 王辩之誓言 誓己长生也 王曰 从今日时 我自还故国 愿以此国 还父太子 自今以后 清为我帝 若有他国 来乡倾夺 当乡救助 王岁隐帅成兵 归其本国 国有其真 更相共畏 佛告朱比丘 使长寿王者 我身世也 太子长生者 阿难世 贪王者 调达世 调达与我世事有怨 我虽有善意相知 故遇害我 阿难与之 本无恶意 故知相见 极有和解之心 菩萨求道 情苦如是 至见贼害 无愿惠之意 自知得佛 为三界尊 诸比丘欢喜 为佛做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